就是先把資料匯下來 那匯之下來就是 我是把這一段程式放在雲端白板上面那這一段因為跟 我們那個上個禮拜 或者是樂透彩那個還蠻像就這一段 所以你其實可以把這一段怎麼樣Ctrl C 然後呢放在這邊 他就可以幫我把它下載 下載OK 那不過下載的話這一段的話呢 再打錯一個字應該是 清除才對 打錯字 這邊的話 清除那個舊的資料 其實清除舊資料就是叫什麼 Sales.clear 然後底下就是把 資料再下載 所以這邊的話 Clear有沒有然後再下載 那下載的位置就是A1 所以你會放在Refresh 他就資料下載下來了 OK 但是呢 如果我們假設 第二步的話就是再繪製這個圖表 所以下載完之後這個圖表就把它繪製 繪製我們剛剛主要是練習什麼 先 錄製那個折線圖美元 然後再去修改他的位置 有沒有 那所以呢我們一樣做一個折線圖的那個美元 這個來源是錄製得來的 那我先把舊的先刪掉 刪圖 然後先把那個 錄完的那個 美元的作標變更 然後再放到這邊 不過 第一個問題是說 老師為什麼現在又發生錯誤 這個問題就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這個問題 日期的部分 那因為剛剛我們已經有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動作 就是 把那個日期部分 加上斜線 加上斜線 剛剛的動作是人工的做的方式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把剛剛的那個動作變成一個程式 當然也可以錄製聚齊 然後再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剛剛的程式下方 放在這下面 但如果說你假設不想要錄製聚齊的話 我其實這邊有一段程式 就是修改 這個日期的方式 那修改日期的方式 在這個地方 你們可以 參考一下雲端白板上面的 二頁的地方 其實有了 就這一段 修正日期 那修正日期 我大概講一下 其實它的這個程式就是一樣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這個向下追蹤 然後其實裡面主要做什麼事呢 把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帶過來 然後呢 一樣取什麼Lapt Lapt指的是它前面四個字 年的部分 那中間串什麼呢 串一個斜線 有沒有 然後再串什麼 這個Middle就是11月的部分 然後再串一個斜線 這邊的話呢 是串尾巴01 所以串起來就是2021的11月1號 然後把它丟回到 原來的位置 所以它等於是串完之後 把原來儲存格的資料蓋過去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 它就一個一個跑 所以這邊的話 最後跑完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 我先執行 這邊就其實只是多那個斜線而已啦 把這個斜線帶過去 那當然未來 假如說呢 你希望呢 一邊下載 一邊就可以 執行這個動作的話 那你甚至可以在那個什麼呢 匯率下載的地方 加一個call call什麼呢 call這個sub 所以你可以什麼call 然後把這個修正日期的這個sub名稱呢 把它放在call的後面 那這樣它就怎麼樣 一邊下載 一邊幫你修正 OK 所以我這邊設一個中斷點 我再執行一下 清除掉之後有沒有 call 修正日期 那他就怎麼樣 幫我把每個每個都做修正 那修正完之後 最後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這邊會有欄寬的問題 以後你看到警示號 表示欄寬不足 所以呢這邊的話我就讓他做一個動作 自動調整欄寬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會多學一個啦 所謂的那個cullens 這好像前面有用過 cullens指的是欄 哪一欄呢 A欄 自動調欄寬很簡單 就是autofit OK就讓他自動調欄寬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所以 第一步就什麼 把資料下載下來 那第二步的話呢 如果你再重新再跑一下這個 這個資料 假設它還是錯的 那我就把它先刪掉 刪除掉 然後在 我們後面是希望說下載 美元 然後再下載 這個人民幣 那最後的話呢是全部啦 所以我再把全部執行過 這樣就完成了 OK 也就是說呢把這些全部都 做完之後的話 那並且產生 這個 五個按鈕 所以這個後面的話 這個按鈕的話請自行再加在這裡 那最後記得喔 因為我們下載的檔案是CSV 所以你把它另存新檔一下 記得這個檔名 這個 自己再改一個名稱 如果不改的話呢直接 用原來名稱也可以 然後呢 記得 它的存檔類型 改成那個 起用聚集的活業部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剛剛講的城市 雲端其實上面都有 喔